世间人所求的三种东西 求财 求智慧 求健康长寿 不分宗教 不分族群 你去问问这三种东西要不要 每一个说不要 能不能求道 能 佛家有一句话说 佛师门中有求必 真求得到啊 不是假的 求财富得财富 求智慧得智慧 求长寿得长寿 你们看看辽凡视讯 你就明白了 云谷禅师教辽凡先生 这一套的方法 他学会了 果然得到啊 所以身材有大道 不能勉强 你命里的有财 命里的财从哪来的 前世修的 前世要没有修 这次就没有 你前世修的多 你就发大财 前世修的少 你生活能过得去 平平安安 都是过去是修的 现在你继续再修 它就提升 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 你也能得到 那个得到上 命中所有的 比如说 你的财富是一百年的财富 你的寿命有一百年 一百年的财富 用不正当的手段 把它一下提出来 五十年就化掉了 你的寿命就五十年就死了 你要把生命的代价付出去 这个要懂啊 所以 得大财富不是一个好事情啊 你把你后面 后面通通 像银行存款 全提出来了 你花光了就没有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聪明人了解这个道理 财富那的财富是来的 越识越多 可是你要记住 越多要越识 那你这个财源就永远不断 决定不能留 留了就是死水 留了就是祸害 你要把钱 用掉 用在哪里呢 用在需要钱的人 这世间还有很多可怜的人 钱是不懂得不实 生活在 寂寞 病苦 死亡的边缘 这些人要救他 要帮助他 你帮助这些人 不但有财富是 还有无微不实 无微不实 你带的是健康长寿 那你再用好的方法去教他 劝他 断卧修善 那里的还有法不实 一举三得了 活乐而不为之 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你搞一身的时候 你要是能如法的时候 都能明心见心 所以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都是认化 认为一法 都能成菩萨 都能成佛 那问题 就是你要悔 那问题就是你要悔 那问题就是你要悔